语言起空性 无有过失 下面就是讲我们科盘当中 第二个科盘以此建立其他教 无有过失之力 因为前面讲了建立所愿起空性 无有过失 语言起空性 无有过失 以这个道理来建立其他教 佛陀说的其他教无有过失 讲这个道理 这个用一个颂词来宣说 一见临于无辟地 利有缘起之刺道 也于其余之教典 堪为正量启程性 那么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呢 见到本师佛陀你的无语论比的语言 你的无语论比的真实语 无奇语 金刚语这个语言 也就是说宣讲缘起空性 以缘起空性的理由和这个道理来 应该知道你宣说的其他的 像布施 慈戒 还有十种善业等等 其他的这些经典教典应该是正确无误的 是千真万确的生起了坚定不坏的真心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比如说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平时的态度很好 所以他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的一些行为 也应该是很不错的 或者说这个人做了某种事情 以这个事情来推断 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所做的事情 应该是正确的所以在这里 因为佛陀所宣讲的缘起空性法门 在《般若经》里面已经有明说的 我们已经闻思了般若 光般若 中般若 略般若 甚至心经以上的这些般若的话 我们都知道真的有一切万法都是结为空性的 空性当中可以先见 摄即是空 空即是即是 这样的道理我们大家都会明白的 不管心教也好 不心教也好 只要一说这个真理的时候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宣说 缘起空性的真理者就是佛陀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他这么深深的一个缘起空性能说出来 那么其他比较隐蔽的做布施能发财 持戒转生于善缺的行持善法获得快乐的 造恶业都有恶趣的等等 诸如此类的这些其他的经典里面所宣说的一切甚深意义 我们也可以退断是千真万确的 以前有些论师也有这样说的 佛陀所说的一切法是无期的 因为他经过三观察得以清净骨 犹如《缘起空性之经》 犹如宣说《缘起空性经》的经典一样 用三相推理的方式来推断 通过这种比喻可以宣说 佛陀所宣说的其他的教理应该是正确的 好像《中观四半论》里面吧 也有相同的道理 若与佛所说生死也生意 怀疑的也 可以无相控 也生决定心 意思就是说佛陀在这里面所宣说的 这个深深的一些事比如说前世后世 业因果 还有布施 持戒 安忍 智慧等等 这些深深的意义如果有人生起怀疑 我们通过宣说空性的这些道理 无相的这些道理可以产生信心 产生决定心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原来不是讲过吧 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如果觉得佛教的说法有点不合理的话 最好是他们先学一些《中观根本会论》 因为《中观根本会论》学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会明白佛陀所宣说的真的 这个空性太深了 太好了 太妙了非常有意义的 自然而然感觉到我们世间当中万事万物的真理 完全是通过这种推理这完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面前来推理 并不是说佛经里面说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 龙猛菩萨是凭自己的智慧然后宣说一切万法解空的道理 当然是依靠佛经的这种道理来宣说的 我们后人一看到 一听到谁都是没办法 不要说《中论》里面所有的十百多个颂词 连一个颂词都是多少个知识分子全部集聚在一起 开一百天的讨论会然后播持的话 连一个偈诵都是绝对不可能破道的 如果你这样的空性真理推辞 佛陀已经宣说了这样的话 其他没有涉及到这些关于业因果方面的 很多的这些道理肯定是正确的 所以说一定会生起信心 我们世间当中有些人是凭借自己的一种信心 对别人产生证见的也有这样的 有些人看别人的唯一而起信心的 有些分别念比较多的 这些人一定要通过辩论或者探讨 研究 这样以后最后自己是走投无落了 而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很需要辩论的 英明和中观的道理我觉得现在分别念比较重的知识分子 最好是学一学学完了以后最后自己都是听不懂了 听不懂了就已经束缚了然后开始比较听话了 刚开始特别傲慢我原来讲英明的时候 极个别的一些大学生刚开始的部副 每天都是讲三有三宝 恶有恶宝 有点说不过去一样的 很傲慢的 然后慢慢学一些英明的话 以前的这些大德们真的是很厉害啊 我怎么样专注都不行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嘛 所以我们相信应该通过这样的 缘起空性的真理来对佛陀的其他经典里面 所讲的法一定会产生真实的定解 然后进而比如说菩提心 出离心还有解脱的功德 恶趣的痛苦等等这些你自然而然会生起信心的 所以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跟佛教这些有智慧的人 互相需要长期的交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寺院里面的一些出家人跟高等大学 大学里面的这些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知识分子 互相交流我认为这个很有必要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多大学里面 虽然有机会学习很多知识 学习很多知识天文地理各种暴罗万象的学问都能学得到的 可是真正靠近真理的像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这些缘起空性 菩提心的功德这些都是得不到的 所以对这些知识分子稍微有点支点他们会明白很多道理 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意义应该是这样的